韩国KBS身为韩国的国营电视台 曾推出过不少会计人口的韩剧 根据近日进行的韩国人最爱的KBS剧集调查中 原主女演员宋慧乔主演的剧集 包办了排名的前两位 分别是排名第一的太阳的后裔 以及排在第二的蓝色生死链 相信不少粉丝被乔妹妹圈范 都是从她和宋陈县袁冰主演的蓝色生死链开始 而太阳的后裔更是乔妹妹和宋仲基的定情剧 在播出时更加成了全亚洲的热化 另外位列榜单第三位的 则是由崔志友和裴永俊主演的《冬日练歌》 在那个年代该剧也封摸全亚洲 成为寒流史上的代表作 至于第四名 则是今年由漂宝剑和金玉中主演的《云化的月光》 相信不少韩粉都对这四部剧集非常熟悉 色物视频还留第一线综合报道